朋友们好,这个情况发生变化太快了 我刚刚正在给朋友们呢,编辑我前面录的那个视频 紧接着我从推特上又看到了新的消息 还是关于莫斯科这次的恐怖袭击 前面,俄罗斯在指责说是乌克兰 这个策划实施了这次恐怖袭击 而乌克兰呢,说俄罗斯是假期行动 就是俄罗斯,他的安全部队自己杀了他们俄罗斯人 为他下一步实施各种各样的行动 找各种各样的依据吧 因为俄罗斯他老干这些事情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呢,不管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 大家都说是对方实施了这次恐怖袭击 但是有一家组织,他不高兴了 明天是叙利亚,伊拉克,原来 伊斯兰国控制的一个城市,叫巴古斯 那个地方战役,结束之后 就是整个,这个 就是整个伊斯兰国,哈里发国家 垮台五周年纪念日 当然,就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势力当中,也包括俄罗斯嘛 俄罗斯通过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势力啊 然后呢,就是救了巴沙尔阿萨德他们家族嘛 然后,他就在中东拓展了他的影响力 然后呢,就是在伊拉克中东呢,他们搞石油啊,搞各种各样的 瓦格纳也就是在那时候起家的嘛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弯弯绕,慢慢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说 ISRS,也就是伊斯兰国 他折服了,也说的不是特别特别的严谨吧 因为前段时间,伊朗 在给苏莱曼尼举办纪念的时候 那次活动,IS人家就实施了一次行动 然后呢,就杀了很多的伊朗人 伊朗后来又把这群IS的基地 这个基地呢,正好在巴基斯坦 就打了巴基斯坦 那打了巴基斯坦,虽然那边呢,是IS的基地 但是,巴基斯坦的领土啊,巴基斯坦 这个脸被让伊朗打了一下 抹不过去,然后呢,就是又把伊朗境内的目标 又给袭击了一下 巴基斯坦呢,又袭击了 位于阿富汗境内的 就是,属于 叫什么呢 巴塔 属于巴塔,又叫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势力 那巴塔跟阿塔 血脉相连 阿塔呢,又给巴塔报仇 一开始呢,对巴基斯坦的国防军目标 实施这个袭击 同时呢,又袭击伊朗的目标 现在就是那地方有点乱 这个讲也讲不清楚 而且呢,这种相互的袭击 有外溢的这种迹象 这次如果真的是ISIS实施了 莫斯科的这次音乐厅的袭击事件 造成了那么多人的死伤 那,这就是 这个事情的外溢的另一个现象嘛 另一个表象 ISIS,他认领莫斯科的恐怖袭击的责任呢 看来这下给普京也解套了 给乌克兰也解套了 因为普京给乌克兰想泼脏水 但是,ISIS说的是我干的 乌克兰呢,说普京是假期行动 普京这次也可以说我不是假期行动 这呢,就是双方找了一个平衡点 可能,这也是有助于普京进一步下台阶吧 也许他的真的是假期行动 只不过ISIS看来 这么大好事,我怎么不懒过来呢 就懒过去了 真的什么情况呢,历史会告诉我们的 我们密切关注就行了 好了,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